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讨论 上两节课的分析我们发现 在系上这个曲顶柱体的体积的时候 用这个维缘法来系上 这是基本的方法 用维缘法呢 要系上这个曲顶柱体的体积 肯定要把它分根 要把它变成维缘 再在维缘连续就会积分 就是两个过程 那么这个地方分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切这种薄片的方式来分 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种二次积分 变成了这种二次积分 那么再把二次积分 变成了二次积分的过程 现在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确定什么 确定积分 上下线 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 然后我们发现在 在确定积分区序和 确定积分上下线的过程中间 都与这个积分区域低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直接 就不需要画整个图形了 我就只要把积分区域低的图形 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确定积分区序 确定积分上下线的过程中间发现 我们只要用平行 在确定积分区序走的直线 来穿入这个积分区域的时候 就可以能看到 先对谁积分 后对谁积分 积分上下线是过程 所以我们在确定积分区序 那我们在确定积分区序 我们在确定积分区序 大家就自己思考一下 然后自己把它写出来 怎么发现 怎么确定随序 怎么确定积分上下线 大家先试着做一做 背景函序还是FSI 背景函序也就是顶序是这个 非常 Controller 谢谢大家 那我们带来温序 让我给我有个発辑的 我要去线 寻衣会 夫妻 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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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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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某某某 这个是C,这个是D,这就是1 上面是 Y 等於 W R X 下面是 Y 等於 W E X 這個是區域 D 這兩個頭鞋你們同樣按照這個方法 確定順序 確定上保鏢 保鏢還是寫著 還要差不多 先ほど資格 好 謝謝 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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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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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